她一遇到生字就查字典 现在的大学生们一放假就去打工 爷爷打算一退休就出国旅行 太阳一出来雪就化了 她的酒量不大 一喝就醉 小丽很害羞 一说话就脸红 猜谜语 今天第二节是中文课 一下课小强就大声说 我这儿有中文谜语谁来猜 大家一下子围了过去 争先恐后地说 我来我来 小强问 千条线万条线 掉进河里看不见 谁知道是什么 小华一听就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是雨 小强惊讶地看着小华说 你怎么一听就知道啊 你以前猜过这个谜语吧 小华笑呵呵地看着大家 接着说 我也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吧 小强马上说 我肯定能猜出来 小华说 我的谜语是 你走 他也走 太阳 月亮和灯光 都是他的好朋友 小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也没猜出来 小丽说 我知道 你说的是不是影子啊 对了 就是影子 谜语 谜 我以谜 下课后 大家再一起猜谜语 这个谜语我猜不出来 遇到 昨天我在公园里 遇到了小红和他妈妈 你要是遇到麻烦 就告诉我 生字 这一刻有二十个生字 这个生字我没有学过 大学生 她的姐姐是一名大学生 这里要举办一次大学生演讲比赛 打工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 她每个假期都出去打工 退休 退 特畏退 退让 退休 退出 退步 后退 爷爷退休后 在院子里养了很多花 王教授退休后 就开始研究中国书法 酒量 量 乐一昂 量 测量 贩量 数量 质量 量 力量 量 测量 她的酒量很大 能喝好几瓶啤酒 她的酒量不行 你就别让她喝了 醉 醉 滋味醉 醉意 醉酒 喝醉 昨晚她喝醉了 朋友把她送回家了 她只喝了一杯酒就醉了 害羞 羞 稀忧羞 她是个非常害羞的小女孩 那个害羞的孩子躲在妈妈后面不出来 说话 她一边说话一边走出教室 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化 天晴了 地上的雪都化了 桶里的冰块最后都化成了水 一下子 她一下子喝了两瓶可乐 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 围 一群人围在一起观看下棋 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做游戏 争先恐后 放学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室 足球比赛快要开始了 人们争先恐后走进体育场 惊讶 亚 一二亚 惊讶 亚一 听到她结婚的消息 我很惊讶 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现 现 西一暗 现 针线 直线 路线 线条 她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条线 她在这句话下面画上了红色的线 笑呵呵 喝 喝啊喝 喝户 喝户 爷爷笑呵呵地给我们讲故事 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 肯定 肯 可恩肯 肯定 肯干 不肯 身太高了 我肯定爬不上去 这么多面包 我一个人肯定吃不完 皱 皱 之欧皱 皱纹 皱眉 皱边 我的衣服放在箱子里 全被压皱了 她皱着眉头不说话 眉头 她眉头紧皱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听完我的话 她就皱起了眉头 影子 月光下 树的影子看起来很长 人走到哪里 影子就会跟到哪里 你干什么呢 我准备灯迷呢 春节一过 就是元宵节了 过元宵节 为什么要准备灯迷呢 咱们中国人过元宵节的时候 要吃元宵 看花灯 还要猜灯迷 你要把这些谜语 贴在花灯上吗 对 这就是灯迷 你看 我有一个莲花灯 你给我的灯上 也贴一条谜语吧 好 把灯递给我 这儿有一条谜语 像糖它不甜 像盐它不咸 太阳一出来 很快就不见 你猜猜 这是什么 这是雪 对不对 你刚一说完 我就猜着了 对 你真聪明 让我再猜一个 好 你听着 我走 他也走 太阳 月亮 和灯光 都是我的 好朋友 你猜得着吗 让我想想 我告诉你吧 这是人的影子 对对 你说我就知道了 哥哥 咱们什么时候 点花灯 元宵节晚上 天一黑 咱们就点花灯 什么时候是元宵节 过几天 月亮一元 就是元宵节了 猜迷雨 远看山有色 尽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雾金 大一物 4 4 5 6 8 6 7 8 8